- 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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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 - 阿華 - 阿華 - 相信大家已經知道 - 這裡面的台灣 - 這裡面的台灣 - 這裡面的越南 - 在2024年的7月 - 想起一次和老婆 - 帶著全家 - 來到越南看情 - 那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 大家繼續看下去咯 欢迎光临越南 香吉士来到越南了 从胡志明市的新章机场 坐车到老婆家 要4个小时的时间 中间有一个休息站 可以稍作休息 在这边也有素食贩卖 很幸运哦 这两位什么爸爸会吃 不要乱讲 开始要尝试越南素食泡面 出品宴了 这种泡面就是超好吃的 饭比较好吃 饭比较好吃 素食泡面就是简单的泡面 加上一些醋料 其实很好吃的 看起来不多吃啊 看起来不多吃啊 嗯 这就ok的啦 ok的 ok的 这有什么东西 这什么沙拉 加什么 你要不要加 你要不要加到那边 有沙拉 吃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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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会那个啊 我对这个有阴影啊 我在美国吃过有花牛 看 看 好 好吃 我这只要有柑 可以加一下 用不要 蘑菇可以上看 加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换得很快 很帅 哦 等一下 哈哈哈哈 怕了 現在隔著畫面看著泡麵的樣子 也是我真的很懷念在說的味道 嗯!嗯!好吃! 接下來介紹一下當地的熱帶廚藏 啊!永遠啊!平安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台灣很難吃到的耶! 這個叫紅貓丹 啊!這一個就是傳說中的貓爪爪、貓爪熟 這個叫做山豬! 來喔!來喔!來喔! 將第一次駕你吃給你看吧! 這就是貓咪小酥酥山群 那種味道很難形容 只能說是甜甜的 你們絕對沒嘗過的味道 各位觀眾有看過嗎? 山豬沒有長這樣了 紅貓丹怎麼出?很簡單 可貼開就好 至於紅貓丹吃起來就很像荔枝的感覺 這個就是紅貓丹 這次住的地方沒有什麼幾顆星的飯店 只能選擇這一間民宿 但是它其實很棒喔 嗨!各位觀眾 現在就是來到這個神木的國度 越南已經第五天了 那也第二天了 各位在這邊 常去體育連續進度要升級 都沒有時間去運動 好不容易 今天可以去早起運動 天氣只有 讓我去運動 回來發生一個可怕的事情 就是 它體貼了 電動牙刷還有電 不錯 這間房間有三張小船 跟一張大船 我們價每個晚上一千元 浪拔 再來介紹一下當地的特別車款 嗨!各位朋友 好! 相信是現在 在越南 體驗這台 YAMAHA 出的天王星 有著 SUPER CAP 的 不用 遺合器 搭桿 的 打桿鐵主箱 非常好玩喔 不會熄火 而且 它很厲害的是 是 一樣是有腳踏煞車嘛 然後右手煞車 最厲害的是 它有擋險喔 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你也想進出去了越南嗎 我剛才騎完之後 就覺得 天啊 這種好物為什麼台灣沒有 哼 真不得了 天王星 SERIUS 非常好玩 而且 它還不是乾脆款 不會洗到苦 GOO 給一個GOO 一個贊 非常起步 非常的平順 賀蘭也是沒問題 老婆聽到之後 覺得很不可思議 她非常的痛恨我 還有 天堂 打動 然後 這邊是N擋對不對 然後 踩下去之後啊 踩下去之後 就變一擋 然後現在不會碰 你這樣輕易推 才會動 然後踩下去就變二擋 一樣 就可以慢慢動 三擋 四擋 N擋 循環檔 對 對對對 這是循環檔 就是你踩到底之後 才會去到那裡 然後 這邊可以走 這是一檔 拉前面一點 我的老婆其實並不是 孩子們的親生媽媽 正如我前一部影片所說的 我幾年前家裡出現了重大的事故 那是因為孩子們的天生媽媽 在十幾年前過世了 那我和老婆結婚也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 還沒有來到越南 拜會過他們的家人 所以這一次也是第一次和他們家人見面 所以自然的又覺得特別的新鮮 而這一次和公司請了為期十二天的長假 和家人們朝夕相處 他們把我這個女婿當成是非常親近的人來看 在這邊特別感謝 爸爸媽媽 哥哥 和嫂子 以及妹妹和妹夫 為我真心相待 也因為十二天的長假 跨了兩週的工作週 所以幾乎每天上班時間 我還是在越南找個有玩度的地方 在當地辦公 所以特別的覺得累了 除了來玩正常的時間 就要對工作有所交代 所以我和公司也說好 平時的會議 我一定會POIN 來參加整個會議的流程 讓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外國螢幕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段路其實蠻顛簸的 有些是單純的水泥鋪磚 有些是駁油已經破碎 說實在的這種路在鄉下很常見 那我們身為台灣人真的是很幸福 其實在台灣我很少看到這種破碎的路 當然鄉下也是有啦 只不過真的還蠻少見的 而影片的後半部會有龍美市區的介紹 那到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柏油真的噴噴巴巴的 甚至有積水已經出現了養青胎的狀況 只能說當地的生活條件就是這樣 那當地人可能要透過特別的方式去爭取改變 才有可能做得到改善生活 說到生活的改變 當地其實還蠻常停電的 那我這次去很幸運 也只有遇到兩天有停電的情況 不然真的會很難上班啊 依然沒有網路 再來也沒有冷氣 然後notebook也需要電 所以沒有電真的是非常不方便 很好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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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完美 很好玩耶 成功完美 好 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們這次出租的冷門出 那還蠻大型的 旁邊是很大型的出 武美市和其他越南的城市比起來 是相對冷門的旅遊熱點 應該是兩點 他真的還蠻少遊客會來這個地方度假的 好我們現在要出發 來去市場走走 在這裡我待了12天的時間 所以我很容易的把這邊市區的道路都寄起來 也不需要導航 因為基本上也沒什麼導航可以用 大家注意看這地面喔 這個活油上面全部都是活生生的砂石喔 只要你一個不小心速度過快 很容易就會滑出去了 來到這裡的第一天 我就發現這裡的紅綠燈很少 所以騎車基本上都看感覺 還好相繼是小時候 家裡附近的紅綠燈也極少 所以這種生活我還蠻能適應的 來大家看一下這一棟建築物是什麼呢 答案是郵局 這是當地的郵局喔 老婆不說 我還以為這是什麼奇怪的醫院欸 民宿位於龍美市的市區 所以過每幾條街 我們就可以抵達當地的市場 等一下我們就去市場去看一看囉 來到越南看到的每一條河 都是這種土黃色的顏色 我聽眾很納悶 怎麼這邊的河顏色這麼特別啊 過了橋之後就是市場街了 我和老婆正在討論要把車停在哪邊 老婆建議就停在前面的圓簾 喔是越南的圓簾啊 記得第一次來到市場街的時候 看到這一間大房子 我就想說這是不是教堂啊 我的天原來是豪宅 大家看影片千萬不要以為市場冷冷清清的喔 其實現在是當地時間的六點半 所以人自然是很少的 不過有趣的是當地的全聯啊 他早上六點半就開門營業了 是不是很厲害啊 這裡就是 越南全聯 在這裡 ... 又有 Druck 蔡國的日麥 其實有金油 那... 比較常見的一些飲料 那... 比較常見的一些飲料 對... 如果... 你... 因為... 你... 你... 那我们比较常来的就是去洗酒 不过今天全联体台湾时间还要早开 现在上地时间才7点 不到 现在7点之上,他们就已经先拍夜了 然后现在那边也先到我 7点之上,我们就已经先拍夜了 7点之上,我们就已经先拍夜了 现在那边也先到我 9点之上,我们就要去拿 我现在在买这个东西 有红鸡有手可以拿吗? 有车厢可以拿吗? 可以送外面那边要到我们的老房 可以哦? OK 第二代錢 有這麼好的給我 不確定咧 不然我那邊不買到什麼東西 不然我那邊放我圈在那裡 有那個圈圈的感覺啊 會拿圈圈卡住的屁屁 遠圈是屁屁都超大的 屁屁都超大的 這一個多少錢 啊 雙方 ,拉不太大了 debit ore 看來老婆淡定的眼神和OK的手勢 讓我不自覺的想起最近很熱門的佛祖OK圖 想起是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是農美市的市中心 所以相對於農村地方來講是比較熱鬧一點 只是熱鬧歸熱鬧 只是這個佛祐壁看起來有鋪跟美鋪是一樣的 從大馬路旁邊的這個小巷子穿過去之後 就會到市場街裡面就有傳統市場的樣子 而當然的這些零售商啊雜貨店啊 也都會在路的涼旁看得到 在清晨之後的大雨過後 噴噴噴噴的路面有很多的積水 而當地人其實已經習以為常 在這裡香吉士也發現 當地建築物一個特別的特色 就是房子裡面一定會鋪上地板瓷磚 路過了雜貨店感覺就好像香吉士 小時候在阿公家看到的餐景一樣 特別的溫馨 特別的回味 老婆的嫂子在市場中就擺一攤在賣蔬果 就在前面這個攤位 每天在太陽出來之前 嫂子和哥哥會在田裡面把蔬果採集 到市場來做販賣 生意相當不錯 嫂子的雞點來灌市場遇到熟了 自然就來串一下名詞聊夏天喔 老婆的妹妹和嫂子的女兒也來到市場 然後就變成一顆大團圓了 老婆也來 而走在路上 老婆跟我介紹這一間店 賣的全部都是蔬食料理的東西 真的假的 我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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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越南的這段時間 多數的午餐和晚餐都是老婆在家裡煮好 那我們常常吃的都是這些炒泡麵和炒飯的簡單料理 而來到越南當然也會嘗試一下當地的特色小吃 像是越南的法國麵包 以及它的米粉麵線 說著說著 老婆的妹妹在的小食指來到了這邊再繼續逛街 而這個地方也有販賣小鴨子 想到這個就想起還好我吃素 不然要嘗試鴨仔蛋這種料理 我還真的沒什麼勇氣 哇 走到這個攤位 記得香吉士來到越南的第二天早上 就是來這邊吃早餐 當地的特色小吃 米餡真的很好吃喔 今天特色小吃 他們的米餡是乾的 所以要淋一些醬汁會比較有味道 搭配這一罐白色飲料是當地的統一蜜豆奶 我沒有加 你還沒加 我沒有加 我沒有加 你加喔 我這一幕就會想起那好吃的味道 還沒加加它是乾的喔 沒有加加它是乾的喔 沒有加加它是乾的喔 感覺就像涼麵一樣啊 感覺就像涼麵一樣啊 市場旁邊就是一條大河 這條河是 越南的厚江的分支下游 河流的名稱 說實在的 我查了Google地圖 我也不知道怎麼念 看著這土岸色的河流 以及上面漂浮著一些 有垃圾啊 以及一些植物 說實在的 心中有一些感慨 真心的期望 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能夠過著更好的生活 相比越南北部的繁華開發 越南南部這邊的人民 感覺比較樂天之命 或者相對比較與世無真的生活 這裏就是 越南南人的社交場 它很厲害 好 我回到越南全點了 帶了小孩子來這邊生活兩週的時間 我徹底的感覺到 這裡的生活 比較是真的生活 不像在台北 每天為了工作忙碌 都忘記活著應該是什麼樣子 這條河的夜景也相當的美喔 而在河岸的旁邊有著一個小夜市 當夜屋降臨就會有攤販擺出電動小摩托車 讓孩子來這邊玩耍 這裏就是南北城下的夜市 下班之後 小朋友在這邊 坐著電動車 在廣場那裡玩 我的速度還不慢 小朋友大概有30公斤 每一台都要玩耍吧 每一台都要玩耍吧 我怎麼會有出車戶的行為 那個 快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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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呀 快吃 天來小孩子真的比我小時候還性很多 我小時候都還沒有這樣一個生日可以看 但是 就是我想是台灣的小朋友應該不會吃到這種食物 好啦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感謝您的收看 而下一集香吉士會把去越南其他地方的景點放上youtube做分享 謝謝您喔 來玩來吧 來玩來吧 來玩呢 來玩呢 可以玩哦 來玩 繼續玩